里面打开放资料 很多嘛 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还有开放资料联盟啊等等的 有的没的 那你有兴趣的东西自己了解一下 那这里面当然最多大案就政府的开放资料 其实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最热门的里面就不动产的那个交易啊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 你看一下里面最 这里面好像他有个最热门的吧 最热门我记得是 我们这边一堆还有活用 很多这有的画面记录一下 看一下 那比如你开放资料里面的话 第一个政府开放资料里面 其实最热门的大概不动产资讯 比如全部里面 那当然这里面一堆 你可以看一下 一堆的 那我是从这里面找到有关的开放资料 那个私家登录的 或者你从这边搜寻也可以找到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说那个像高雄市政府 各个高雄市政府这边也有 那里面的话都有这相关的 那个台北市政府的相关开放资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从这里面去找了 现在有两千多笔 有这么多 相关的东西 那当然他点进去 我记得他这边同样可以点点击进去 现在最热门是这个 资料等等这边有相关的 那你当然可以点击这边更多 里面当然他的格式非常多 哪些最多格式这边可以看到 如果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去抓资料 那我是直接从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就是 那个什么政府开放资料里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里面去找到 有关那个台北市的那个私下登录 所以但因为你们要找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我直接把它包装起来 就是台北市的私下登录 因为他私下登录里面还包含全省的 还有其他县市 所以我们大概就focus在台北市 那里面的话你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台北市 那我里面大概就留了几个重要栏位 包含就是哪一个行政区域 那这个交易的标的里面有包含哪一些 包含就是房屋房地 一般就房地了 然后有没有车位 这个是一般的房 就是建物土地加建物 台湾蛮特别的 所以增税就增两 一个土地税一个房屋税 所以我刚开始不能了解说 为什么要把它分开来 明明我买的这个房子 他要把它分开客 OK那主要就是房子 有没有车位 那主要应该你要查的是 他这个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房子 他在哪一个地理位置 比如哪一条路上面 然后呢 他哪一年交易的 这个实际上登陆 因为现在政府内政部有规定 一定要登记 如果没有登记还要被罚钱 所以这边的话 代数要被罚钱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还有完工日期 总价 然后等等的相关讯息 所以如果说呢 我希望查到我要的这个地段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什么 国外路上面 国外路可能 应该是一个天下 那怎么样可以像刚刚一样 新增一个什么呢 工作表 所以其实 一样在西兰嘛 那做法上当然第一个很简单 我们如果说 在这边 我开起来之后 这边有 我VBA Project 那当然第一个你可能要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我们刚刚建好的 就是筛选 假如说我直接拿这个来改好了 其实好像几乎都不用再怎么动 你就把它整个选起来 然后Ctrl C 再把它贴上来 OK 第一个你可以先 刚头没 这上面好像 这个没 少了这个 OK 头的部分 OK 那这一段程式嘛 在云端上也有 那你需要改什么呢 比如说筛选 那名称的话呢 它一样会传递过来 我们查的是什么 查的也许是这个名称 也许是那个什么呢 土地区段位置 其实用什么门牌就好了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进来之后 查地几栏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要查的 假如说是 我们把它叫地址好了 所以这边 第一个先建一个什么呢 一个筛选 的一个共用 共用程序 那在这里下 我就比如说 筛选地址 假设我这边 那我把第三栏当成是地址 是这个 把它简称掉地址 那这里面的话 当然我可以什么 用CALL的方法 CALL筛选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筛选 钱瓜糊 那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面 有这个共用方法 所以你打一个CALL 筛选 它会跳出来 而且呢 会秀出就是说 你要传什么东西给我 两个东西 名称 那我要查 请输入 地址 名称 感觉好像 不没关系 我们先给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 这个名称叫地址好了 第二个是逗点 第几栏呢 那因为它这个栏数的话 你主要是要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资料里面的 你要查的第几栏 那因为刚好是ABC 不过特别注意 后面有跟你讲说 Integer Integer是一个整数 一个数字 所以你不能给C 只能给3 第三栏的意思 后瓜糊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帮我去 里面去找 就是这个会传过来 所以传过来 里面的话 地址 栏数 这边的话 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输入 有输入的话 这个是 有没有填资料 然后 请输入资料 这个是 重新过来 那这个是检查 有没有重复的 不过检查 有没有重复啊 特别是因为我这边 多一个 多一个工作表 有个清单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将来 要不你就把这个删掉 要不就是 把它递开 在这边的话 就for I 等于是第三 因为 从第二 1跟2 不用去比对 因为这两个 不会重复 从3 然后底下的话 基本 再来底下 步骤都应该一样 好 那有没有结果 如果没有结果 就不做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要查的是什么 之前查的是 这个quateria 没有 原来的这个地方 后面是 完全要一模一样 比如说老王 那储存阁里面 就一定指 就是一定要是老王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 假设我今天要查 的是什么 比如说博外路 可是这个博外路 它是 刚好是在 在这个地址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那如果说我要查的是某部分资料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关键字查询 所以这里恐怕你要把 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 那怎么改 其实可以 看一下之前 好像我有讲过 就是如果说呢 你的那个quateria 没有 这地方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 等于 star and x and 一个star ok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不管前面这个star 指的就是不管前面有什么 后面这个star呢 不管是后面有什么 那我就 当成是我查询条件 所以 这边恐怕 自己可以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地方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是那个关键字的查询 原来的查询方法是完全比对查询 所以 那怎么加 这个地方的话 恐怕你就要 一个 先前后双以后 然后先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信号 但是你后面要跟他串 一定要用and 你不能直接跟他串 后面还要再串一个 那个star 所以 你要一样and 然后呢 前后双以后 再加个star 这样就完成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记得就是说呢 这个加一下 记得 这个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有等号 后面还有一个等号 这个等号是里面的等号 这个等号是外面的等号 两个是不一样的 但一定要两个等号 ok 好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来试一下 那怎么试 特别是要 你游标一定要放这边 或者你干脆 在这边增加一个 筛选地址的按钮 一样插入一个 一个按钮 然后把它拉一下 筛选地址就出现了 那我的习惯是 把名称给复制起来 然后把它贴上 ok 那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建议是按右键 把它的储存个格式 有没有 张要资讯这边 记得改这个 因为如果不改的话 它会因为筛选的关系 把这个按钮给压扁 捏一条线 因为筛选之后 它有些资料 高度会隐藏起来 ok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要找什么呢 当然有的时候 要一次 百分之一百完成 恐怕 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找一下博外路好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 做完之后 建一个按钮 那也许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做完我也不敢保证说 一次就马上正确 所以为了谨慎 我这边会设个中断点 让它停住 按F8 继续 传过来 这个时候会传一个名称 叫地址 传栏数叫3 ok 然后丢过来 input box 要找什么呢 找那个博外路看看好了 ok 好 这个时候按确定 就会丢给什么 丢给X 那X有吗 有东西 所以它会跳过 有你有东西了 有没有一样 去检查一下 for i 等于3到 因为两个 应该是第三个 所以两个 那就等于是跳过 因为后面没有了 然后再来 有没有放在 B1 所以这个地方 然后呢 筛选 把条件丢过去 有没有博外路 有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自动找到博外路 可以特别注意 所以关键是查询 恐怕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没有 如果你用刚刚的 原来没有加我刚刚加那东西 一定找不到任何东西 因为刚刚那是完全比对的 就是你储存课里面呢 一定要只是三个字 博外路 否则查不到 这个方法叫做关键字查询 这个方法 我觉得用到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你不可能说蓝位只有博外路吧 除非你刻意去产生这个东西 做法 请特别注意 一定是 加上双引号 里面等于一个start 这个我想自己再去比一下 这个x 这个后面再加一个start OK 这个叫万用字 这个就是万用字元 不过特别注意 在Excel里面是start 如果在MySQL是变成person OK 这个可能不太 因为之前有同学写信问我说 老师我用start 为什么MySQL查不到呢 因为MySQL它不是用start SS也是用start 可是在MySQL 我还用person 我记得在Oracle或者是什么 MSSQL也是用person 大型的都用那个person OK 好 那查完之后做什么呢 一样 看看有没有查到 有资料 那就怎样 再来把它复制一下 Ctrl 需不向右向下 然后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叫博外路 把它贴上 然后栏宽自动调整 再切取消筛选 然后就回来了 取消筛选 油标放A1 然后结束掉了 完成没有问题 其实基本上 你看一下 我刚刚基本没有改什么 我只有把上个礼拜东西贴上 好像也没改什么 我大概就只有改那个 这个地方 三到几个 应该是从第三个 刚刚为什么跳过 因为里面只有两个 所以不会进到里面 那将来如果多的话 才会去做那个比对 其他好像就是 这个地方改一下 其他当然没改 所以这地方比较关键 你会发现 一个查询系统 马上就诞生了 而且上个礼拜的功能 会不会维持呢 其实也维持啊 不输入可不可以 不行 请务必输入 你永远跳不里 没办法 而且可不可以取消 取消也不行 永远就不行 他会勾吐嘛 所以勾吐的缺点 可能就是永远让你 变成一个无穷慧圈 除非你要输入一点东西 即便输入错的也没关系 输入一个什么 没有嘛 按个确定 那这个应该是查不到 所以他应该会跳什么 查误资料 对跳出来了 OK 表示OK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查询系统 如果有防众来学 是非常适合的 对不对 防众人员 他就是说 你要等工程师 帮你update 那个资料库的时候 他不可能 realtime随时的 可是内政部 他每个礼拜都会update 就是那个 实际上登录的资料 那不只是防众 只要是牵涉到 你的资料来源 有很多个方向 其实都有必要 对不对 你自己如果可以有产生查询系统 你就不用等那个人家 对不对 帮你做好查询系统了 随时你就有查询系统了 对不对 而且甚至 我还教同学是吧 直接刚才做成手机app 随时在外 每任何地方都可以查询 这样多好 对不对 站立比 不过当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这么厉害 当然不过说你今天 所以现在为什么 老板最喜欢那种 跨领域人才 你本身又是业务人员 然后你本身又对资讯了解 对手机啊 对什么城市开放 全部都可以的话 哇 不过你自己可以创业了 对不对 你什么东西 那你干嘛 还要去给人家请嘛 对不对 你自己来就好了 所以 但也没有不可能啊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产生价值的吧 那有价值之后 你可以自己创一个商业模式吧 对不对 也活不可 OK 这里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稍微变化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 问题05里面的这个实际上登录 范例在这里 另外 这个当然你可以直接参考上面 或者你可以拿上个礼拜的程式来修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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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记录 好